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刺客567》这部动漫的铭记虽然看起来很冷血 但实际上一点都不冷漠 因为里面其实附带了很多搞笑剧情 特别是搞笑担当极大宝和《五六七》 经常让大家乐得开怀 下面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吧 这部动漫不仅搞笑,里面还有甜甜的恋爱 知道甜甜的恋爱很多人第一反应 对视《五六七》和《梅花十三》之间的那些事 也不知道他俩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缩成正果 突然有一种要等到动漫截止 他俩才会在一起的感觉 这让人发展的速度是所有情侣里面最慢的了 都是因为《五六七》认清自己的内心太晚 其实不止《五六七》和《梅花十三》有甜甜的恋爱 王蜂和猫小蜜也有 不过他俩给我更多的感觉不是很甜 而是比较感人的那一种 因为老年是历经千辛万苦 才走到一起了 而除了这次大家熟知的情侣之外 其实还有一对我们不太熟知的情侣 那就是赤牙和一个我们不熟知的女性 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布身份 但很多人都觉得当初《五六七》 这个那位白衣女子 而大家觉得 这有可能性有多大呢 你觉得她的身份是什么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